这个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数学函数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再看过 它要什么 把序泽二的工作表 全部复制成序泽三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序泽三工作表里面要做什么呢 把它排列在序泽二之后 并且修改C1储存格里面 那其实这样很抽象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它本来只有序泽一序泽二 那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然后复制建立副本 移到最后面 移到最后面 然后按确定 把这个改成呢 去着三 那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主要诉求是说 这个是总表 也就是说它要去查 这些老师 总共20个老师 那比如说学校规定 它一定要有总 一个学习下来要研习时数多少 那你要去统计嘛 你是承办人员 你要知道说 有哪些老师 有没有参加 所以这个是入门教学 这个是进阶教学 所以把这个入门改成进阶 所以入门的教学部分的话 改成进阶教学 OK 那进阶教学跟这个入门教学 不一样 那就是说有两个老师没有参加 头跟尾 这个理事员 这个老师没有参加 跟无方语 这两个 所以把它删掉 删除 那再来的话 把这个编号重新编一下 这个编号是1 从第一个一直往下 Ctrl按住 1到12 所以参加进阶的只剩下12个老师 然后呢有其他老师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那时数的话只有两个小时 然后往下填满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的第二题了 第二题 那第三个要做什么 第三可能比较难一点点 就是说 要把序折2跟序折3里面的资料 就是它时数汇整在第一个序折1里面 那使用的函数用什么 用Sum 即Sumif 函数 那再来就是什么 把它做工作表保护 那保护的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呢 不希望这个范围资料被篡改 所以呢 我要把它保护起来 并且加个密码 以后没有 你做完之后就不能不能篡改了 即便这个资料公布了 也不能篡改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王庆路 这个老师的时数加过来 那以往你不知道怎么办呢 找一下 有没有王庆路 没有 0 这个有没有 没有 那是不是就这样 这边就离时数多少 0 那离世元呢 切过来 这边有没有 有 1.5 这边有没有 没有 所以它多少 1.5 那当然这个方法是笨方法 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用到一个 叫Sumif Sumif的话 就是说 如果判断一下 这个范围里面 它有出现前面这个名字的话 它有出现前面这个名字的话 就把后面的东西加起来 所以前面是判断的 后面是加总的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去把这个Sumif的公式组出来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您以后经常性要算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变成VBA 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 我用一个VBA的程式就可以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结果算出来 这样当然更好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档案先开启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如何做加总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记得要按右键有一个复制 记得建立副本 就会多一个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改名称 改名称的方式的话就直接 点它两下就可以改了 那再来把就是第一号跟第十四号删掉 这个编号重新编 按Ctrl键就可以了 那这个每个就是说进阶的话只有两个时数 有来参加都两个小时就对了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我们要把他们的时数通通加起来 那加的方式的话刚好有跟我讲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呢 其实可以插入环数里面找一个什么呢